连续下了一两个星期的雨 终于又天晴了 赶紧给花施剥肥 我先来给这两颗葡萄施肥 这个葡萄是去年冬天种的 种下去过了一段时间 它就开始补高了 但是这个枝叶迟迟没有长出来 现在终于长出来了 这个时候它对这个营养的需求就非常的大 所以要给它施肥 施什么肥呢 因为这个葡萄种下去 第一年也别想它会结果了 所以主要的目的就是长这个枝叶 所以我给它们买两包这个 醋苗环丝长照肥 在它们的附近挖个小坑 把这个肥 想买这个肥的花椰 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了 再给这一颗蓝莓施肥 这颗蓝莓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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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了很多这个新叶子 今年可能有望结果 所以我给它撕一个醋花缓施肥的长肥肥 这么大的盆给它买一包 同样的这个方法挖一条小勾勾 倒进去 这样就吃好了 这一盆土豆种下去才一两个星期 就已经长大了两三倍 这个生长速度太新猛了 而且它现在都开始孕育了花蕾 打算要开花了 这个时候我就要狠心的把这个花蕾给去掉 因为开花是非常好营养的 如果开了花下面的土豆它就长不大 所以现在给它打掉 这样就剪好了 再给它撕下肥 这个土豆因为是要结果的 所以给它用这个醋花蕾是长效肥 大家看到没 我这个肥是倒在这个表面的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土豆要让它结果的话 后期要给它浓土 所以当初我种的比较下 现在倒着肥在这里的话 再往上面加土 这样就加好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这个比没有加的很高 因为后期还要继续加 这一盆风车茉莉养了这么久的根 终于开始要爆发了 长了非常多的这个新芽出来 这个时候它对营养的需求就非常的大 所以现在要赶紧给它施肥 今年的话我是不打算让它开花 让它疯狂的长这个枝条 所以我就给它埋这个醋苗 缓吃长效肥 施肥的这个方法是一样的 不过这个醋苗缓吃长效肥 它的肥效是半年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一颗铁线连水晶喷泉 种下去没多久 它就已经开始疯狂的长这个枝叶 而且还孕育了很多花蕾 这个时候它对营养的需求就非常非常的迫切 在上盆的时候我没有给它加底肥 所以现在赶紧给它施一包这个醋花缓吃长效肥 方法都是一样的很简单 大家看这个铁线连短短短的八天时间长高了三十多厘米 之前在这个地方 现在在这个地方 而且这一段时间的话 基本上都是阴雨天 没有这个太明显的这种光照 看样子这个肥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因为之前我给它埋了这个醋花缓食长效肥 然后八天前给它喷了这个通用营养液 趁现在天气这么好 再给它喷点这个醋苗营养液 让它多长这个枝叶 想买这个肥的花眼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 就可以找到了 再给这个盆本浪漫宝贝也喷一点 大家看这个枝条比上次是不是又高了很多 而且非常的粗壮 再给这个大油形喷一下 施肥绝对不能少了它 大家看它的这个生长 杆杆的 下面的这一根笋都长得这么粗壮了 这里又长出一个来了 可以可以 再给这两盆小木槿也喷一下 大家看它八天前它的叶子还没这么多绿 还没这么绿 太激动了讲的话 然后侧芽的话你看 长得非常多 看得都心情大好 就喜欢看这个植物这种疯狂生长的状态 可能养花就是这个时候是最开心的 这几颗月季长时非常旺 也给它们喷一下 再给这些小苗也喷一下 大家看这五盆玛格丽特 虽然在这个租形上看没有大多少 但是大家看这个底下 有很多这个白根都长出来了 说明了啥 说明它就快要疯长了 因为这个养花先养根嘛 这个根如果非常茂盛了 上面马上就会很茂盛 喷 这些玛格丽特 我已经给它们插过好多次这个花类了 所以这个小苗的话 你不想让它开花 就是说它租形还不大的时候 就要多给它是这个素苗营养液 抑制它开花 这盆蓝雪花虽然上盆没多久 但是长势却非常的好 大家看这个侧芽 长得好吧 给它们喷一点 这是和那个大苗一起买的这个小苗 我觉得这个蓝雪花 还是买这个小苗比较好 长得会比较快 这一盆长生疼 自从上次给它喷了这个通用营养液之后 就控制不住生长了 大家看 看看看看长了多少这个嫩头出来 看得多好 赶快给它再喷一点 下次争取长得更长 知道 不知道 接着 把态 钢 钢 钢 ytt 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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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